各位信耀晚上好 今天想和大家来谈一谈世间不可靠 我们身处在这个世间 我们就自然和这个世间发生了很多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世间就一直都是在世间打滚 如果不通过禅修 那我们将会毫无止境地一直打滚下去 心对世间是会直取的 会粘着的 心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地要抓起一样东西 无论去到哪里它都会抓取 好的也抓取不好的也抓取 由于这么一样 所以去到哪里就执着在哪里 去到哪里就执着在哪里 这种就称为爱 或者称为取着 丹哈或者乌巴达那 由于这种心的特点 它抓到什么 这个什么就是我的 由于这种新的抓取习惯 于是我们说生命的开始 生命的元素都是怎么样 我们去 有时候去思维一下 去观察一下 那些流动人口或者忙流 他们哪怕是在天桥底下 或者是在垃圾堆旁边搭了一个小帐篷 只要他们住在里面 他们就抓起 这个是我的小家 然后他们就开始直取那里 添置各种各样东西 买锅 买什么炉灶 搭一个床 不管是好的 不管是坏的 只要心在哪里停住 就开始抓取那里 由于这种抓取的习惯 当这一堆五蕴 这一堆身心不能够被抓取的时候 因缘成熟 它又继续抓取新的生命 因为好的业 可能会抓起人或者天 然后就开始新的人跟天的生命 如果由于不善的业成熟 它抓起的是狗 猫 哪怕蚊子 苍蝇 又直取这个是我的生命 一时就开始了狗 猫 苍蝇 蚊子的生命 为什么一切众生都爱自己的生命呢 就是因为心抓取的特点 抓取到什么 就认为这个什么是我的 这什么是我 在 在 投生 在结生的那一场 就抓取 心的 肉体 受精卵也好 或者卵也好 那就开始新的生命 就是不断的满足新抓取 新的爱 新的欲望的过程 现在的人追求金钱 追求名利 追求权利 追求爱情 追求婚姻家庭 都是一种抓取 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过程 就是不断的满足这些欲望的过程 就是不断在满足心抓取的过程 如果一个人老实去追求金钱 他的心就对金钱的抓取的占有欲就很强 如果一个人对于民 民望 民欲 很执着 他的心就抓取这些东西 一个人的 权欲 一个人的领导欲 表现欲很强 他就去抓取这种权利的东西 抓取权利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 对爱 对异性 或者是对一些情爱的东西很执着 很执着很执起 那么他就抓取这样的东西 有个人对家庭 对婚姻很执着 对儿女 对儿女情商的东西很执着 那么他就抓取这样的东西 然而 不管是追求金钱也好 追求民意也好 追求权利也好 追求爱情也好 追求婚姻家庭也好 所有所追求的 所抓取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 他们可能会给人带来快乐 但是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在追求的时候是痛苦 在得到的时候也许可以获得短暂的快乐 但很快又是痛苦 而且带来很多过患 正如每个人都很想拥有钱 都很想富有 但是 在 赚钱 在追求钱的过程中 是很痛苦的 所以 为了追求钱 可能应该要 分于无足 或者说勾心斗脚 要整人 甚至用无心的刀去杀人 不惜一切代价 为了要赚到了钱 或者说 为了赚钱 很多人会丧失 会出卖自己的时间 出卖自己的自由 会丧失自己的道德 丧失自己的良心 但是 当获得了钱的时候怎么样 有了钱可以 买药 但是不能够买到健康 有了钱 你可以买很多的营养品 但是 你现在买不到生命 有了钱 你可以 换来 带来很多的欲乐 但是带不到 不能够带来内心的快乐 有了钱 对于男人来说 可以买到女人 但是不能买到纯洁的爱 是爱情 依靠金钱建立起来的很多东西 都是不可靠的 依靠金钱建立起来的爱情 也许对方只是因为看重你的钱 因为钱而建起来的家庭 也许如果一旦没有钱 家庭就崩溃了 因为钱而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 一旦贫困潦倒了 那些虎朋狗友都会离你而去 对权利也是怎么样 对名誉也是怎么样 为什么呢 如果金钱可以带给人快乐 现在的社会很多人有钱 按照理 现在的社会很多人都能够很快乐的生活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很多人在获得金钱 获得财富的同时 失去的太多太多 有时候 失去的健康 失去的时间 失去的青春 失去的朋友 甚至失去的亲情 爱情 如果一个人把 心 把追求 把目标建立在爱情上 爱情 特别是现代的爱情 都充满的欺骗 充满的稀为 都是很多人 既然已经有了伴侣了 有了妻子 或者有了丈夫了之后 还不满足 还要到外面去护稿 所以为什么 现在的很多家庭的悲剧 很多的离婚案 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心 抓起的东西还不满足 或者说你认为说 爱情可以给你带来快乐 你认为家庭给你带来快乐 但是 其实结果这往往是 不满的 所以往往是失望的 我们不否定 金钱啊 低位啊等等可以带给人快乐 但是毕竟很多东西 都是我们付出的多 得到的少 或者说在这个世间上 能够真正 因为金钱啊 因为地位 因为民意 因为爱情 因为家庭 获得幸福的人少 但是为此付出 沉重代价的人多 这也就是这些东西的不可靠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 一个人的全部就是 投靠在这些不可靠的东西 依赖于这些不可靠的东西 他的苦他的乐 都是建立在这些不可靠的东西 那么 他的生活必然是痛苦的 充满忧愁的 充满焦虑的 充满担心的 或者说他的生命不会快乐 因为他的幸福 是建立在不可靠的东西上 不管是直取 外在的金钱 名誉 权力 爱情或家庭 他最终的结果都是无常 因为世间的本质就是无常的 如果只取生命 只取我 他最终的结果是死亡 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恒常的 换言之 没有一样东西是可靠的 生命也是 没有所谓的永生 没有所谓的长生不老 人的最终结果 生命的最终结果就是死亡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必然的规律 没有任何世间的存在是永恒的 哪怕是太阳 哪怕是日夜山河 他终有毁坏的一天 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是 长生不老的 最终都是死亡 这就是世间的真相 如果我们把一生 把所有的感情都投靠在世间的各种事物上 把它投靠在为了追求我能够永生也好 为了生命能够永存也好 最终的结果 都是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东西 因为世间都不可靠 所以我们要把心建立在可靠的东西上 什么是可靠呢 可靠也有不可靠的东西 只是暂时的可靠 我们说佛法僧是可靠的 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佛法僧也不可靠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佛陀出世佛陀会办内门 佛陀可靠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佛陀是可靠 某种意义上来说佛陀是不可靠的 佛陀之所以是可靠是因为 他教导的法 他是我们的导师 我们如果不依靠导师 我们依靠谁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可靠的 但如果依靠佛陀的肉身 佛陀的肉体 佛陀的五蕴 佛陀的心 佛陀的是 哪怕佛陀是证得了一切之志 现在又如何呢 还不是无常了 是不是 佛陀的肉体现在已经半一盘了 两千五百多年了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佛陀只是十历子而已 十历子可靠吗 也不可靠 十历子终将会毁灭 如果说法 法既可靠也不可靠 如果说法是可靠的 我们要依靠佛陀教导的法去修行 但是法始终也会灭 法会被人篡改 法会变质 我们现在看到经典的东西 只要它会流传 它作为世间 以载体出现 那么它 也是会慢慢的流变 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法流传出来 最终法会被人土改的面目前非 而最后淹没无闻 所以我们说 法其实 既可靠也不可靠 那僧也是怎么样 佛陀出世的时候 很多圣子僧 很多印尸僧僧 但是 随之 随之奎年红的流变 生团当中腐败的现象越来越多 墓落的现象越来越多 最终僧也会变质 加沙会变色 僧人的戒力会腐败 生活会堕落 最后僧团也会 最终会在这个世间隐没 从世间上来说 世间上的佛法生三宝也是不可靠的 但是佛陀者教导的法 特别是初世间法 它是可靠的 也就是说四身体是可靠的 四种不变的真理是可靠的 为什么 因为佛陀教导的世间的不圆满 世间的种种的苦 世间的无常苦 这种真理是可靠的 佛陀说有了痛苦必然有原因 它的原因就是贪爱就是爱可爱 因为有了爱有了烦恼就会有痛苦 这是真理 这是可靠的 佛陀也说到了苦可以灭烦恼可以断尽 这是可靠的 佛陀也教导了我们如何通过修行 通过戒定会 通过八支圣道 断除烦恼灭尽一切苦 这个也是可靠的 初世间的四圣地是可靠的 但是初世间的四圣地也会在世间淹没 所以我们应该要借助这种现在还有的 暂时最终也是不可靠 但是暂时可靠的东西赶快修行 要震悟涅槃 涅槃才是可靠的 涅槃才是永恒的 涅槃才是清净的 才是快乐的 才是终极 如果在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永远找不到安稳之处 这个世间永远没有可靠的地方 不是皈依处 不是披护所 不是安全处 不是安稳处 而所有这些 唯有超越的世间 它才是 有可能特别是涅槃 涅槃才是 吉祥的 才是安稳的 才是永恒的 才是可靠的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借助不可靠的东西 赶快去朝着可靠的方向前进 虽然金钱不可靠 但是没有金钱想来 禅修也不行 虽然生命不可靠 但是没有生命也不行 虽然健康也不可靠 但是没有健康也不行 虽然青春不可靠 但是没有青春也不行 我们就要好好珍惜 利用这些不可靠的东西 还在暂时可靠的时候 要赶快修行 朝着可靠的目标 朝着处置心的目标 好好的精进吧 不要再过多的贪恋世间 不要再过多的去追求 世间那些无常的 不可靠的所谓的金钱 名利 权益 爱情 婚姻 等等 朝向 究竟清凉圆满的 可靠的 庇护所 涅槃 精进残修吧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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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